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讲解统计与概率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为大家讲解一下连续概率分布 在上一集讲解的离散概率分布的基础上 我们这一集讲的连续概率分布跟离散的分布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连续随机变量取任意值的概率都为0 这个可能大家会不理解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人的身高 我们比如说在1米64左右这样一个人 那肯定他有一个实际的1米64或者1米65,1米63 但为什么说这个概率是0呢 因为这会连续随机变量 就是说这个随机变量的值可以是无穷尽无穷尽的 在一个实数的这个轴上 那就是说他可以是1米64.0000001 或者是1米64.99999 那你要正好找一个这样的数值的概率 是非常非常小是接近于0的 因为他这个可能的值是无穷尽 所以说相对来说他每一个极少的这样一个值 可能是取不应该是取不到的 因为因为我们所谓的取到的1米64 或者1米64.5米65 这都是基于我们这个测量的一个仪器的精度的范围之内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精度是无穷尽的一个精度 无穷高的一个精度 我们是根本取不到这样一个值的 所以说这个连续概率分布和随机概率分布 这个区别就在于这里 连续概率分布是无穷尽的值 那个离上概率分布是有限值的值 或者说是无穷尽的离上值 至于离上值我们就能测量它的概率 那比如说我们说好一个值就是1米64 就是1米64又是4 那就是可以算它的概率 但是对于连续概率分布 我们说的1米64是1米65 这是基于我们的一个测量的一个精度而言 实际上你是测量不到这个值的 因为它是像一个大海里面的水分一样 你是找不到任意一个水分值的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怎么来应对这样一个局面呢 就是说连续概率分布 它单独的一个值的概率是0 那我们只能用一个区间来表示 这就是非常好理解了 我们只能计算两个值之间的一个区间 这样一个区间的概率 因为某一个单独的一个值概率 在那个连续随机变量里面的概率是0 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区间是开区间 或者B区间在这个端点 因为它们的都是一样的概率 再加起来 所以说 因为它的某一个值在连续分布里面是0 所以我们又要用一个密度函数来表示 这个密度函数呢就是fx是小fx 叫概率密度函数 或者简称为密度函数 叫density 那么密度函数用图表示出来就是这样一个曲线 这个是a和b之间的区间 我们用一个阴影表示 这块面积就代表这个概率 这个区间的概率 实际上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长方形的话 无非就是一个长乘以宽 对吧 就是高乘以宽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高度理解为密度 就这个曲线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正弹分布的曲线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概率是非常小 那到这里就接近于0了 那么它的平均值的中间的地方概率是最大 这个概率 密度概率密度最大 其实是密度最大 密度最大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密度可以计算这块面积 那这块面积呢 用数学表达出来就是 这个密度在这个a和b之间取一个积分 就a到bfx dx取一个积分 就等于a和b之间的概率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称为密度 这个是称为概率 面积是称为概率 那么连续分布的这个密度函数的定义是什么呢 首先这个密度函数必须是大于等于0的 可以是0 但是一般来说是大于0的 第二 它在所有可能的值 就是这个随机变量 在所有可能的值上取积分 从无穷大到无穷大 取积分等于1 因为这个满足概率是1的条件 第三个就是 另一两个值之间的区间的概率 就等于这个密度函数 在这个两个值之间取积分 所以满足这三个条件 这就是一个密度函数 现在我们来举个例子 看一下一个密度函数的例子 假设实验室实验的反映温度误差 以摄氏度为单位 是一个连续随机变量 其概率密度函数为这个函数 就是说在-1到2之间的函数是三分之x平方 其他地方是0 首先我们要验证这个事故数密度函数 就这个题目的第一个是 要求验证这个函数是密度函数 第二是求概率在0和1之间的概率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呢 我们就利用密度函数的定义 定义在把这个值在所有可能的值上面取积分 那就等于 因为它在其他地方都是0嘛 这个密度函数 所以我们只要在它这个函数 函数定义的范围在-1到2上面取积分 那这个取积分的话非常简单 就是九分之x三次方在-1到2之间的差值 所以算下来是1 那这个条件就满足了 那么它也是大于0的 因为x平方是大于等于0的 不可能小于0 所以说这个函数是密度函数 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求0和1之间的概率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密度函数 我们就可以取积分 在0和1之上面取积分就可以了 因为0和1这个区间是在 包括在-1和2之间的 所以我们可以适用这个函数来取积分 对吧 那就算下来是九分之一 就是说0和1之间的概率是九分之一 那么在讲解离散随机变量 概率分布的时候 我们讲到一个累计分布函数 那么累计分布函数的概念就是说 某一个值小于等于某一个值的 所有的概率叫累计分布函数 那么在连续随机变量里面 也有这样的计算累计分布函数 那也是大fx 那么在连续随机变量的概率里面 我们计算连续概率分布 是通过积分来实现的 因为这个根据连续分布函数的 连续概率分布函数的定义就是说 这个概率是小于等于某一个值的 所有的x的概率 这个x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值 比如说是2 我们就说小于等于2的所有的概率 就是这个连续分布函数 在2的值 就是说f2的意思 就是说所有小于等于2的值 可能发生的概率累积起来 所以这个叫累积分布函数 那么在连续辨量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密度函数 求积分 积分的话是从负无穷大到这个特定值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求f2 那就等于负无穷大到2 这样一个区间里面求这个f 这个密度函数的积分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积分和导数的关系 密度函数实际上是积分的一个导数 那么如果导数是这个函数可以求导 这个累积分 密度函数可以求导 那累积概率分布函数可以求导 那我们就可以取导数 dfx dx取导数 就等于密度函数 而且另一两个值 a和b带入到这个函数之间 相减就等于这两个值之间的概率 所以fb减去fa 这个是大写的f啊 fb减去fa 就等于a和b之间的概率 因为很简单 因为如果fb是大于a的这两个值 那就是说从无重大到b之间 就等于是所有小于等于b的数值的概率 那么如果我们一个a是小于b的 那就是fa等于是所有小于等于a可能发生的值的概率 那两者相减就是a和b之间的概率 那关于累积分布 我们也举个例子 就刚才那个温度的密度函数 现在的问题是要求出累积分布函数fx 并用它来计算0和1之间的概率 那我们可以求积分 这个密度函数我们知道的是三分之 t平方 在负无穷大到x之间 记住啊 这个累积分布函数我们可以求积分是到x 而不是到无穷大 因为这个fx这个x可以是变动的 所以我们是到x的积分 就是密度函数从负无穷大到x之间求积分 那这个值的话我们可以 下面我可以不用负无穷大 因为负无穷大到负1之间 所有的密度函数都是0 我们可以直接从负1到x求积分 对吧 这样求出来的话就是九分之 t 平方在负1到x之间求差值 那这个结果就是九分之 x三次方加1 那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密度函数可以写出来 就累积密度函数写出来 那就说在小于负1的情况下它是0 因为小于负1的情况下 所有的概率都是密度都是0 所以它是0 在负1到2之间 我们可以用这个值表示 然后大于2的情况就等于1了 因为大于2它的密度是等于0 它的密度等于0就是说它概率累积不会增加了 所以它就是1 它所谓的变动的情况就在这段时间会变动 随着x的不同 这个累积概率会不同 理解吧 然后我们求出了这个累积概率分布 我们就可以直接带入这两个相关的值 相减就可以得出 x在0和1之间的概率是1九分之一 那这个看到了吧 这个是跟我们刚才用密度函数求积分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视频 就是我们介绍了连续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 是通过密度函数来体现出来 那么通过这个密度函数我们可以得到 第一 两个值之间的概率 就是这个密度函数在这个两个值上面求积分 第二 我们又引入一个也是不算新的概念吧 就是累积概率分布函数 这个累积概率分布函数就是说 所有的小一等于某一个值的概率的累积 那么在连续随机变量的前提下 这个累积概率分布就是密度函数取积分 从负无存大到这个所谓的值之间取积分 那么反过来 这个连续概率分布的累积概率分布 这个函数求导数就是密度函数 感谢观看